我们从懂事开始 就在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成年之后 社交更是成了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社交跟其他事情一样 有着规则 一些是明着的 一些是前着的 了解一些 一些前规则 会让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 更加游刃有余 知乎上有一个很搞笑的问题 怎样培养一种 看上去就不好惹的气质呢 底下有一个回答 却非常的正经 看上去不好惹的气质 并没有什么卵用 看上去杀气很重的那种 往往不是地痞流氓 就是街头混混 让人不轻视你 不忽视你 说起来很难 但其实也简单 总结一下就两点 一 从不说硬话 二 从不做软事 一言不合就开怼 曾经时 曾追求过杨将 遭遇到拒绝之后 便想要 推而求其次地 与杨将做朋友 杨将当时是这么回答的 朋友 可以 但朋友的目的 不是过度 换句话说 你不是我的男朋友 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如果要照你现在的说法 我们不妨绝交 费孝通 当时答应只做朋友 不抱有非分之想 却在钱周叔去世之后 上门看望杨将 流露出 想跟他再续前缘的意思 面对老友的出尔反尔 杨将并没有生气 也没有指责 反而在费孝通离开时 亲自送他下楼 然后跟他说 楼梯不好走 今后你也不要 知难而上了 杨将一番举动 既没有伤害老友的自尊 又坚定地表明了 自己的立场 绝了对方 不该有的念头 所以 想维护自己的原则 并不只有 极言力色意图 哪怕真的遇到 需要硬刚到底的事情时 也要记得面带微笑 为人方正 处事圆融 才是 人生智慧 微信里有一个 纯因为工作 需要家的好友 我们从未见过面 但我却对他的生活 了如指掌 不是我有偷窥的癖好 而是 他一天 要发将近二十条朋友圈 来展示他的生活 他今天 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 涂了什么颜色的口红 上礼拜考了什么证书 半年前 跳槽去了哪家公司 跟男友是怎么认识的 某天通话说了什么 又因为什么吵架 就像做汇报一样 给周围的人展示的清清楚楚 身边有他微信的人不少 大家都很了解他 但是 没有一个人想去认识他 理由很简单 人跟动物一样 都有猎奇心理 都喜欢探究 如果街边一幅画上面 盖了层帘子 遮掉了一部分 我们会好奇 被遮掉的那部分是什么 从而走进 想一窥全貌 但是当一幅画 完完整整地摆在路边时 更多人会选择 目不斜视 直接走过 有神秘感 才有魅力 所以 游抱琵琶 半遮面 就显得分外动人 记得小时候 看过一部电视剧 里面 姐姐和妹妹 同时爱上了一个男人 姐姐对男人 亲切所有 尽速忠常 但是男人 却对妹妹 更感兴趣 妹妹问 为什么 男人说 你姐姐就像一杯水 光一照就见底了 而你却像一口井 怎么都看不到井底 爱情中 需要的新鲜感 人际交往中 也同样需要 没有人愿意 在两如指掌的人 或雾上花时间 想要获得关注 最好的方法就是 藏一半 漏一半 不要事物巨细地 展示自己的生活 更不要对身边 每个人 都掏心掏肺 保持 百分之三十的神秘感 会让自己显得 更加迷人 你我本无缘 全靠我死撑 这是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 很多费尽心思 维持感情的男男女女们 经常用这句话 来自嘲 但事实上 好的关系 从来都是不需要死撑的 作家刘虞 讲过自己的一段友情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在机缘巧合下 她结识了一名德国女孩 两个人一起听歌剧 一起喝咖啡 还去过对方的家里 参加party 按照这样的发展 两个人本应该成为 无话不谈的挚友 可事实却是 他们两个好不容易 把友谊加温到 三十度之后 温度就再也上不去了 扔再多的柴 就是眼泪给火熏出来了 也不管用 刘虞自己承认 之所以跟德国女孩 无法成为好朋友 是因为自己太消极 而她恰恰相反 如果说到我们系里的 某个教授 我刚想说她的坏话 她就说 她太棒了 一说到某个学术会议 我刚想说无聊 她就说 那个会真让我受益肥浅 说到写论文 我刚想哭诉 她就说 我真的特别享受写论文 所以每次跟她在一起 刘虞都会觉得羞愧难当 所以渐渐地 就不跟对方一起玩了 虽说两个人的性格 没有谁对谁错 但刘虞知道 这段友情继续下去 只会将自己弄得 越来越累 而真正舒服的关系 相处起来 应该是容易的 快乐的 我们一生中 会和很多人 产生很多种感情 有的感情 渐行渐远 有的感情 无疾而终 有的掏心掏肺 也得不到回应 曾经想着 要和某个人搞好关系 所以和不来的人 勉强自己接触 想要走的人 费尽心思去挽留 结果后来发现 该失去的 终究还是会失去 再努力 也没有用 握不住的杀 就扬了吧 留不住的关系 就算了吧 让自己活得快乐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要对任何人之间的关系 抱有太大的期望 期望越高 要求也就越高 当对方 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时 我们就会失望 甚至会崩溃 很扎心的一点就是 这个任何人 不仅有朋友的爱人 也包括我们的至亲 大学毕业之前 班里有一个女生 自杀未遂 震惊了班上的所有人 那个女生是独生女 从小父母就对她 百依百顺 要什么给什么 说是被捧在手心里长大 也一点也不为过 理所当然的 她觉得自己的父母 特别爱她 因为她的专业 在老家没什么大的发展 所以她打算毕业之后 跟着男友去大城市闯一闯 然后结婚定居 她以为父母一定会支持她 但是他们没有 听到她不打算回老家之后 她父母切丝底里地 来学校闹了好几次 逼她回家 后来又改口说 去外地结婚可以 让男方家出一百万的聘礼 而且小两口结婚之后 要从每个月的工资中 拿出百分之四十 来当他们二老的生活费 后来 这个婚事当然是吹了 她崩溃地跟父母大吵一下 问他们 怎么能把自己当成一棵摇钱树呢 结果父母说 要不是为了让你养老 我们生你出来干什么 听完这句话 她当天晚上就自杀了 虽然最后被抢救了回来 但是精神到现在都不太好 她接受不了的不是父母过分的要求 而是父母根本没有她想象中那么爱她 有时候就是这样 以为自己是对方的心脏 但其实只是盲肠 与其到最后 因为心理落差受伤 倒不如从一开始 就降低对关系的期待 无论关系是亲密 还是一般 都不要想着 她一定会怎么怎么样 这是对他人的宽容 也是对自己的善待 没有期待就不会失望 不失望自己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体验 年纪越大 就越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小时候成天想着约朋友 去外面玩 长大了隔着老远 看到熟人都恨不得绕着道走 社恐已经成了很多人的通病 但是人活着就免不了社交 再社恐 必要时也得打起精神来 应对各种各样的人 既然逃避不了 不如就学习 如何把它做到最好 掌握一些社交前规则 既让别人自在 也让自己舒服 和乐而不为呢 希望我们都能够 享受得了独处 也能够 耗得住社交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远离那些让你 波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认真地理解你啊 觉得是为你奉长作息 我一直都会记得 一句话强大到往不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